粉丝说他这一场联赛至关重要啊 205比206啊 看来是晋级之战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现在比分的话是15比35 那说明我们这把晋级还是非能有机会的 这边可以看到都是对号打对号啊 我今天必须破除这个魔咒打对面的一号啊 看看他的阵型 他是一个双毒药塔双单头女王在这个位置的阵性啊 嗯 我的打法的话 天勇从下面点把链鲁点掉 然后这里开一个城墙 这里开堵城墙 让蛮王进去里面 然后滚木车从左边方向滚 把肚子城墙滚开之后 蛮王就可以把这个格子给清掉 然后嘴巴自己直接给弹跳的话就能直接摸掉对面大马也是比较简单 这个号最厉害之处就是他还有130个宝石啊 让我直接照上操栏带他走出大山 那我必须带这个号主走出大山啊 秒了 这边可以看到他的等级比较低啊 英雄药水给他拉满了 然后我们这边再用都城币 买一个力量药水 给他用了云冰的话 我们带滚木车啊 直接请收真元 然后帮号主吹一下牛 都来看我打一号 部落成员现在有六个人在线啊 那必须让这个号主好好的吹吹牛 让他在这个部落里面扬眉吐气啊 怎么把技能都给他换上啊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宠物的话 我们带上闪销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 趁手里还没踢我 我们直接发起进攻 哈哈哈 现在已经有人观赞了啊 打的时候的话是特意问号主了 能不能打一号 号主说之前有前科了 我靠 完了 技能带错了呀 嗯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机会的 没关系啊 勇王从下面点 就算我们这一把没有带小女王 我感觉这一把还是有机会的超大开启成枪 现在的话 哈 两个人观赞啊 有那么一点压力啊 这边的话 怎么把这个给他点一下啊 这个超炸花开这路程 等一下我们的蛮王从这里进 明年爆 还行 接着的话 我们就需要点掉对面的这个连弩就行了 怎么只有两个人观赞了 就不能多来点人吗 就不能给我上点压力吗 我勇王技能带错了 那确实上压力了呀 别往前走的呀 点他连弩大哥啊 时间不够了 这里给瓶狂暴 点对面的蛮王好家伙 你这不点了 跟没点有什么区别啊 嗯 十秒钟时间提前断边 古墓车放这个位置 别点了把他哥啊 点掉野蛮人可以好家伙啊 直接拉不对了 气球一直滑一下 把对面的蛮王打掉 这哇 这蛮王怎么杀这么高过去 哎 这里话冰冻得冰一下了 不然这个永光等一下 肯定要较劲呢 有点难受啊 这个位置咱们谈掉 直接放这个位置 把对面的这个单头的打掉 打掉之后放一瓶狂暴在这个位置 准备过去摸对面的大本 这边滚掉之后的话 独要独一下 伤害有点高 怎么开启今生 这边的话 我们带的是那个加血光环 所以说他打的也是比较的猛 这边的话有雪怪 咱们补上论土 从这边受尾啊 然后我们在哪边方向来 我想一想 这边这个海格的冰呢 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光环还能接着打 所以说的话 先不要着急 还能接着加血啊 那咱们这里补兵狂暴再打一波爆发 ok 左边放一个法师 右边放一个法师 然后我们往前面走 这里遮一个隐身 因为我们这个光环好像还在加血啊 这里补兵狂暴再打一波爆发 把对面的擎天柱给打掉 这是最关键的 嗯 擎天柱加一个单头来冰冻冰一下 虽然说这边有一个联络在所有 但是没有关系 还有最后50秒钟行 赶紧放小部队收尾啊 这里可以放个猎手啊 还有没有建筑呢 应该没建筑了 这个蓝胖有点向往这边跑啊 然后我们在上面再放 呃 嗯 这边再放一个猎手 把对面的土银罐打掉 还有36秒钟时间 下面的话还有30秒钟时间 现在的话就是疯狂的被对面的联络锁啊 还有最后30秒钟时间 压力也是比较大啊 放个野蛮来扛一下伤害 你玩开技能 打掉 ok 现在需要脱掉就对面 哎呀 这个 哎 哎 别别别别别别别 隐身遮住好 最后12秒钟时间 哈哈 又是一把紧张刺激的对局 差一点就没三星了啊 那别忘了点个赞 我是小青 怎么明天见 啊 别 我 吓我一跳啊 别忘了点个赞 我是小青 怎么明天见 拜拜